交通部四季交通安全专案的第三季 是以安全驾驶为主轴 目的就是要确保不超速 不逼车 不无照 而历经7月的宣导期之后 8月将进行执法的阶段 交通部四季交安专案第三季 以安全驾驶为主轴 目的为确保不超速 不逼车 不无照 历经7月宣导期 进入8月执法阶段 预理分局为了防范这些违规行为 有效防止事故 并建立青少年正确交通观念 不超速 不逼车 不无照 为四季交安第三季的主轴 那在历经7月宣导期 目前已记录8月执法阶段 本分局除了对于超速 会持续取缔以外 在8月份会特别针对青少年 由无照驾驶加强做染查 以避免青少年在暑假期间 无照驾驶机车 造成一些交通事故 以介于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除了利用辖区竞争花季 以及部落风年季等活动 不断的走动宣导 也持续取缔酒后驾车 针对辖内容易超车的路段 编排测速警务 预理分局表示 暑假期间游客开心旅游之外 应该要同时遵守交通规则 遵从警方交通疏导等等的措施 也呼吁用路人 不要有无照超速以及危险驾车的形势 知识取缔 没有戴安全帽 超速闯红灯 酒后驾车等重点违规 全力维护辖区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